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今早的地震 基隆镇度四级传出零星的灾情 其中一一路信四路口的围老建筑 经传倒塌意外 基隆这栋信四路老旧围楼 经不起摇晃 外墙石块掉落 幽默在人行道上 还颇及一一路上的一线车道 地震当下 房屋剧烈摇晃 原本就已经是围老的房屋 经不起墙镇 大楼的石块四处散落 令人看得出目惊心 检方道场拉起封锁线 消防队员查看 有没有人受困 看封锁线我们之前都先围好了 就是我们怕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我们就先围起来 好险因为围起来 所以没有民众会走急 所以才不会有发生危险 要不然这大的石块掉下来之后 会造成很多的人员损失 这一件之前在去年 已经有结构鉴定过 有安全之余 所以那时候有限其他办理 跟限其他拆除 拆除在四月底前要拆除完成 那目前现在已经状况 已经因为地震造成损害 明显已经有危害公安权 我会遇到建筑法 我请使馆可以遇到建筑法 第82条 然后强制拆除 同样在百福社区 高楼民宅阳台 整个倾斜45度 石块掉落到一楼 还波及到车辆引擎盖 警方在街道出入口 拉起封锁线 避免有其他人车遭到波及 当监济接近8点的时候 整个地震非常的摇晃 那得知在百福社区这里 就是大楼整个阳台都倒下来了 包括还有电梯 受困在电梯 所以希望说这次地震蛮严重的 政府一定要重视 是不是在这第一时间 一定要紧急赶到现场来 处理这件事情 另外针对这个围楼 这政府真的要去重视 未来会怎么样的放宽 来处理协助这样子 上午7点58分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7.2强震 金融地区传出电梯受困 砖块掉落 停水及水管爆裂等零星灾情 金融市长谢国良在8点40分 抵达金融灾害应变中心 和消防局长尤嘉义讨论金融灾情 并指示相关单位启动救灾防护机制 早上7点58分在花莲外海 发生了瑞士7点2级的 一个强烈有感的地震 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大家就开始来应变 那金融其实在瞬间 去台电在8点15分 打电话给我的情况 那时候金融有一度 有8000户的用电户是停电的 包括我们的市府大楼在内 不过我们的市府大楼已经在刚刚 大概在8点40左右 也已经恢复供电 那金融市在各地都有一些灾情 包括在七堵暖暖 都有一些瓦斯外泄 然后在百福火车站 以及七堵驱公所 也都有电梯停电 那有的民众受困 不过后来都已经顺利的解除了问题 当然我们在一一路信市路口 过去我们市府有围起来移动围楼 那等着居民要迁离 那今天早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坍塌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有把这个警戒线先围起来 也交代了中正区区公所 傅俊森副区长今天开始就会进行拆除 那在各地目前我们的119一开始 有很多民众报讯息回来 对于各式各样的灾情 包括瓦斯管破裂 那电梯受困 然后停电等等 那我们都一一处理 那现在情况有稍微比较稳定下来 全市也已经恢复宫殿 那我们在8点半也已经二级开设 金融灾害应变中心8点30分二级开设 市政府各单位首长也陆续进驻 指挥调度处理灾情 市长谢果良也与花莲县长徐真卫多次通话 当下指示金融特收队集结整备之后 前往花莲资源赠灾 其他的县市朋友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来帮忙他们 我早上9点04分的时候 就跟花莲的徐真卫县长通上电话 那我有问他说那边的灾情怎么样 那他有提到说我们这边可以帮忙 他们那边也有需要 后来我们也从画面上看到 花莲都有一些大楼开始倒塌 然后灾情也相当严重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团队伙伴们 尽快能够前往花莲资源 帮助花莲来救灾 特收队员整装待发准备了救灾器材 派出了14名特收队员 四辆车前往资源 不过由于舒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外 道路已经坍塌中断 特收队预计要绕道南横前往花莲 现在目前基隆市特收队大概集结了14名 好 那我们先前部队先到那边先了解一下状况 那原上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中横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走 如果走的话就会比较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这次先前部队大概先派的大概会有先一个比较 一些基本的一些工具 我们现场了解状况 因为看现场的倒塌的情形如何之后 那我们可能会有后续的部队再带一些重装的一些急剧过程 由于基隆陆区有余震发生 市政府公务处派出了怪手 针对姓氏路围绕房屋进行拆除 现场实施江湖管制 请民众要多加注意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最近来看地震当下 仁爱国小原本就排定了地震防灾说故事活动 小朋友们透过真实情景趴下掩护 保护好自己印象超深刻 发生地震的时候 乌龟知道要做好什么准备 趴下然后呢 掩护 稳住 好大家再讲一遍 趴下掩护稳住 来大家一起讲 趴下掩护稳住 叫做趴言文 仁爱国小校长说故事 借由龟兔赛跑来宣导地震防灾重点 要趴下掩护稳住 小朋友们都特别有感 因为上午7点多 花莲发生规模7.2地震 基隆四级震度 老师马上引导学生进行避难 很害怕 很紧张 怎么办老师有教你们做什么动作 蹲下掩护 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防护地震的不会让碎石砸到头 所以老师有没有叫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趴下掩护稳住 趴下掩护稳住的意思是什么 来说故事 讲一个地震防灾的故事 是由我自边的一个龟兔赛跑 跟不赛跑 那龟兔赛跑呢 是第二集的龟兔赛跑 首先第一集的龟兔赛跑 大家都知道是乌龟赢了 所以兔子呢很不甘心的 发了挑战书 继续要第二次的赛跑 那第二次的赛跑呢 赛跑的过程当中呢 刚好发生了地震 就如今天早上的这个强震一样 所以兔子一心想跑 可是乌龟呢知道要趴下 掩护稳住 所以呢乌龟能够安全的躲过地震 最后还是乌龟赢了 那兔子呢在途中 因为他一心只想求胜啊 所以他被这个地震啊 的落石打到了昏倒了 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 乌龟已经到达终点线了 所以第二次的龟兔赛跑 还是乌龟赢了 但是呢这中间很重要的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 趴眼稳趴下 掩护稳住 这就是我们地震防灾 最重要的口诀 而庆祝儿童节到来 议长童子伟也来到 仁爱国小幼儿园 赠送蜡笔给小朋友 小朋友开心的大喊 谢谢议长叔叔 议长也肯定学校 落实地震防灾教育 我想今天这个大地震 我想全部的市民 应该都非常有感受 那花莲也被遭受到 严重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基隆市呢 我想各级学校都应该做好 防灾的教育跟防灾的准备 那我今天早上刚好 因为明天儿童节 来到我们仁爱国小幼儿园 来发蜡笔给大家 那同时也看看我们每一间学校 的这个灾害的准备状况 譬如说 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我们学校集合到操场的速度多快 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我今天看了几间学校 我想各级学校都有基本的一些准备跟演练 所以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同时 大家都往操场移动 而且速度还非常快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我想防灾教育应该从小做起 让我们从幼儿园小学开始 就有基本的认知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日本 日本其实在防灾教育跟准备 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正的一个国家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基础扎根上 我们还可以再加强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达到一个灾害的第一时间 我们同时第一个做好安全教育 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迅速的准备中央 我想我们今天消防队跟各级单位的这个 回报速度也都非常快 我们希望这个维持大家平安 那希望天佑台湾 面对无法预测的天然灾害 各界努力落实防灾教育 从小扎根 尽量让灾害减到最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放宽申请门槛的 基隆工艺青年电动机车新封案 持续吸引民众申办 那您觉得说市政府推出这样的政策 这个是不是各项条件都还不错 蛮吸引的 对就是觉得不错 所以赶快趁现在赶快先来办办看 对啊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说电动机车 其实也算是未来的一个节能减碳的趋势 对啊环保 因为我们家现在车子也是开特斯 都是以充电为主 好帅 因为他很小声 哦是声音 对声音 对比较没有杂音 对 然后就是要试试看这种电动车的感觉 对对对 对啊谢谢 基隆市长 这边市政府办电动机车的外团 所有家长和里面大家都很欢迎 还要什么钱 很多人来问说要如何申请 年龄方面吧 对啊 就是有更多人可以来申请 对啊 机车是不是因为这是条件有放宽 对 年纪 因为本来是到35岁 现在提升到45岁 刚好不会符合 因应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申办热潮 人爱区公所方面特别贴心设置 独立柜台跟服务人员 来服务申办民众 动线分明 让民众能很便利地完成申办 其实申请很简单 你只要带身份证跟驾照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有太旧的话 就要特别叮咛的话 你要带太旧人的车的行照 他的身份证 他的失章 那如果你要有太旧的话 你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存折 那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太旧补助的一万元 才能够贿入你的户头 那目前其实每天申请的人数 估计在上班的时间跟在下班前 可能有人提早来 或者是说下班的时候提早下班 来区公所办理的人数特别多 那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等待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弟弟妹妹还是谁要用还是什么 对妹妹要用 哦妹妹要用 啊他的 他是上班吗 对上班 上班 OKOKOK 啊他的反应怎么样 很高兴 很高兴 我是买那个可以换电池 因为家里可能是比较高楼层 没有办法 就是随时这样充电这样 对 那您觉得啊 就是是您个人本身要用的 还是家人要用的 我本身要用 可是其实平常就是以开车为主 摩托车可能假日休息 可以稍微骑出去去买菜用的 是都是在基隆市区 我是觉得都还蛮方便的 OKOK 那没有很长 对 所以这个对基隆市民来讲 您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 嗯还不错啊 很好啊 简单这个其实是世界世界都要简单 所以我们企图实施这个机车这个 头髋 我们全省会对学人这样走 仁涯区公所方面也结合里长加强宣导电动机车 新方案 李明反映热烈 里长说甚至有许多外线市民众都很羡慕 基隆有推出这项电动机车的方案 有啊 信保職業有啊 有啊 他說你們經常是辦這個活動 我之前有辦的 不錯的 有啦 所以他們很羨慕 對 他們很羨慕 對 說沒多久應該全省都會這樣辦 也謝謝金融市長給這樣的一個福利 對啊 對啊 聽說其他縣市也都蠻羨慕基隆 說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對啊 我同事的戶籍在對方 他就沒辦法升級 還蠻可惜的 那你同事有問你就對了 有啊 對啊 他們就想說他們是不是也可以來辦是不是 有心動 對啊 因為畢竟這個也是一個環保嘛 聽說有的外縣市的朋友還會很羨慕 跟外縣市比起來差很多很好 對 還有民眾說感謝市長謝國良規劃這項措施 讓他終於有機會能夠換掉多年的油車 來體驗電動機車 那您覺得說市政府率先全國推出這樣的政策 也響應這個未來節能減碳趨勢 你是不是覺得這政策不錯 對啊 重點是可以換車 不然你以前會想要換電動車嗎 應該不會 因為習慣了 10年前都是這種油嘛 就加入的這樣 所以這次機會也讓你有體驗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這次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你的心情怎麼樣可以試試 很高興啊 當然是很高興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環保很重要啊 你們已經趕上這個電動能力 對 謝謝 那你們家會來申請幾台電動機車 沒有 就申請我一台而已 沒有 就給需要的人 然後自己就需要用一下這樣 基隆首創的公益青年電動機車方案 放寬申請門檻後 持續吸引許多符合資格的市民朋友來申辦 由於節能減碳是未來的趨勢 民眾普遍都很肯定市長謝國良 推出這項青年電動機車政策 除了照顧年輕人 減輕家庭的負擔之外 也吸引大家能以行動來落實減碳生活 相信未來也將吸引其他縣市陸續跟進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兒童節前夕 議長童子偉到南融非營利幼兒園 關心小朋友受教育及原方整體營運的狀況 並致贈小朋友每人一盒彩色蠟餅 謝謝議長叔叔祝大家兒童節快樂 能夠收到議長童子偉叔叔送的兒童節禮物 每人一盒彩色蠟筆 小朋友們都超開心 由於兒童節快到了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到設在南融國中的南融非營利幼兒園 關心小朋友受教育以及原方整體營運狀況 因為辦學辦得非常成功 南融非營利幼兒園目前是滿班的情況 總共有4班94位小朋友就讀 讓從開班營運前一直以來 就非常關心辦學情況的議長童子偉 也非常肯定 那我們一年一度的兒童節 我們再次來到我們南融非營利幼兒園 南融非營利幼兒園在伊甸基金會 然後我們各位園長老師 非常有理念的經營環境 讓我們每一個小朋友都有建構式的思考跟成長 我每一次來都不同的感動跟不同的開心 那我們小朋友跟我也有非常好的互動 大概已經有感情了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一定要來到這邊發個蠟筆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成長的環境可以更快樂更開心 讓我們有這個責任來照顧我們基隆長大的小朋友 讓我們在基隆長大可以跟雙北一樣有競爭力 然後同時也帶著快樂的童年一路成長 希望他們在我們可以提供的教育環境裡面 可以快樂平安健康的長大 南融非營利幼兒園由南融國中提供場地 由基隆市政府委託伊甸基金會基隆區承辦 園長也代表校方和學生 由衷感謝議長童子偉 對於教育的關心和用心 非常感謝議長可以常常都關心我們南融非營利幼兒園 然後在議長的照顧還有幫忙之下 我們幼兒園的整個招生還有活動還有我們的一些創辦的理念 都能夠從議長到處會幫我們做宣傳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也非常的謝謝議長 願意來到南融非營利幼兒園 然後送孩子在這麼重要的日子裡面 送孩子很實用的一個禮物 非常感謝他 謝謝 在園長和老師陪同下 小朋友也帶著議長童子偉參觀他們在戶外教學後 回到園內用積木拼湊起來的基隆塔 竹普潭以及停靠在基隆港的郵輪 全部都是代表基隆市港的具體著名建築和意象 讓議長稱讚園方在地化教學的用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另外市議員張秉均也贈送卡通文具組 給中山區和安樂區共七所國小的孩子們 勤勉小朋友用功讀書 在德河國小校長賴洪吾以及家長會長廖欣怡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親自到德河國小 發送包括鉛筆、紙齒、橡皮擦和削鉛筆器等卡通文具組 給德河國小一到六年級的小朋友們當作兒童節的禮物 拿到的小朋友都很開心 兒童節快到了不同於送餅乾糖果 作為兒童節的小禮物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製贈卡通文具組 大約一千六百份 給中山區六所國小 以及張秉均的母校安樂區西定國小 總共七所國小 勤勉小朋友們認真用功讀書 兒童節即將到來 秉均這邊也特別準備了五件的文具組 特別要送給我們中山區 我們所有國小的所有的學童 也希望藉由文具組來提醒各位的學童 我們希望求學的時候也是要好好認真努力讀書 未來其實才會有更好的發展 那也兒童節快到了 藉由文具組來祝福所有的學童們 兒童節快樂 德和國小校長也代表 校方和學生 由衷感謝市議員張秉均對於教育的關心和用心 很謝謝我們張秉均議員 在兒童節的前夕 帶給小朋友這麼棒的文具組 那在這邊剛剛就像藝座講的 也希望小朋友藉由領到這個禮物 能夠好好的讀書好好的用功 也希望小朋友在學業方面有更好的進步 謝謝 張秉均也特地和獲得113年中小學運動會 國小組籃球賽男子組第三名的 德和國小籃球隊合影留念 肯定小朋友們的努力和表現 並且表示兒童節前 將會陸續把卡通文具組送到 中山區及安樂區總共七所國小 給小朋友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所以在3月29號之後 我們六個支費方案 我們會全面挑戰還特別提出了兩種支費方案 是直接降到0元 個人是覺得呢 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基隆的孩子們非常的幸運 我們的申請年齡 在基隆市的市民 從20歲到45歲 都是可以申請的年紀範圍 在其他的縣市都沒有這樣子的優惠 所以呢 我覺得基隆的孩子們一定要趕快去申請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欲佛節 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慶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慶雲寺 好 都停滿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驚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 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繼續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 綠色地貼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塵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慈雲寺的財神店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裁員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願養 到了慈雲寺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店參拜喔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新一國中舉辦成長想願特別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考驗喔 學生們親身感受吃苦的真諦 進而立下宏願奮力向學 手持滿杯水 赤腳走過十公尺長的健康步道 非常的痛 以為只有這樣嗎 不止喔 還有一關引黃蓮湯 學生臉都皺了起來 因為實在是 哇 好難喝 比中藥還苦 好像那個苦茶就超苦 面對人生的艱辛挑戰 就像這樣 鼓勵學生們做好準備 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迎接吃苦 鼓勵我們的學生 面對挑戰 不怕困難 那不要忘記 有很多家長 有很多老師 都是在背後默默的支持他們 背後有強大愛的力量支持 讓孩子們 可以勇敢的面對 他自己的人生 然後他可以吃的苦中苦 範圍人善人 的確要成為人上人 可要經歷不少的艱辛 在這個活動當中 讓我知道人生 不會一帆風順 然後會有辛苦 我們要去克服這些困難 才會得到我們自己想要的結果 吃苦耐勞外 還要能自我設定目標 寫下自我期許 畢業前再打開來看看 是否有達標 讓人生精彩可期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 傳統龍象大戰 總是吸引爆滿的球迷 不過卻傳出 酒醉球迷鬧場 騷擾其他球迷的離譜行徑 幸運分局遠景獲報後 將爛醉盧泥的球迷 抬出場外 帶回派出所 這場插曲也讓現場目擊的球迷 直呼場內場外一樣精彩 先生 先生 你吃喝的有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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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份證件給我們一下 你把我下次號給我們 你有帶身份證嗎 我 給我 你身份證件給我 給我 給我身份證 警方關心這名喝得爛醉的球迷 卻反而被他所掏身份證 這場 魏全龍與忠信相 在大巨蛋的經典比賽 吸引爆滿球迷進場 不過這名身穿黃色球衣的籃子 卻疑似喝醉酒不斷騷擾附近球迷 不但同梯前方以背 還用雙手前後拉扯 執行球場安全巡邏 勿募的新一分局 三張離開路所遠景獲報後 立即到場處理 本所同仁擔服昨日中華職棒例行賽 安全維護請務 現場請務同仁 接獲球場人員 只身有酒醉鬧事民眾 警方到場見靈性 民眾渾身酒氣 且不知所云 未免騷擾官汉球賽民眾 雖將其保護管束 代反球勿處所查證身份 代其較為清醒後 再任其離去 由於男子與五輪次不願配合 警方動用公權力 用抬的將這名濫醉如泥的男子 抬出場外 帶回派物所查證身份 保護管束 這位球迷在一小時後清醒 也對自己脫序的行為頻頻抱歉 警方隨後讓他離去 也呼籲球迷進場看球賽 飲酒要適量 以免酒後事態惹事 影響其他球迷官賽的權益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周清 冷氣設定26至28度 晚轉時間 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